尽管勇士球星杜兰特不愿多提明年夏天自由市场问题,却在接受Deathletic版本透露,希望自己明年夏天可拿定薪合约, 这代表他不再想跟勇士续签短约,只要签下复数年定薪合约,如此一来,杜兰特明年雪流勇士难度很高,我真的不关心那些谣言,现在只想跟入在这支球队,杜兰特说,我会考虑到时候能拿多少钱,我从未签过定薪合约,我一直见证其他球星赚到很多钱,也为他们高兴,但我也值得这样的定薪合约, 那是我唯一在考虑的是,自从2016年加盟勇士,杜兰特都签一加一短约的,本季领到三千万美元的他,年薪排名位置第十一,假如明年夏天他跟勇士续约,将可签下午年2.21亿美元合约,跟其他球队签约的话,杜兰特至少可以得到四年,1.64亿美元定薪合约, 但在杜兰特预告明年只签定薪后,勇士高层就伤脑签了,因为2001是9-20年球季,勇士光是库里,德拉摩的格林与一个达拉三人薪资总和,就已达到将近7600万美元,勇士光流杜兰特就快挤爆薪资空间,更何况还想续签克莱汤普森, 尼克斯,胡人两大豪门球队都传出像在名下招募杜兰特,其中尼克斯动作最积极,27日尼克斯与勇士比赛这天,麦迪群花园广场正对面,出现巨大的招募杜兰特海报, 甚至还把杜兰特相当欣赏的歌手呀,相提醒到现场,尼克斯的用意太明显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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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